在爱情里,你是主动者,还是被动者,突达之影像,文成已没有,在爱情关系里,两个人的姿态与互动方式牵动住彼此的情感,谁会先主,动关怀,细心照顾对方,当彼此有需要对方之原始, 能适时给出反应吗,你叫偏好和种互动方式呢,在爱情里,你是主动者,还是被动者,赶快来做个测验吧,测验开始,爱的直觉选刚才现在,请闭上眼睛,在心中默念三次,我在爱情中的主动性如何,接住,随住你的直觉,选一张,你最有感觉的谈, 卡窝牌,选好了,就来看看牌卡紧说吧,A,截至牌卡会致询音响,是A的人对应牌卡,截至爱情主动性,从事沟通与交流的截至,在关系中保,有初衷,能进能退,照顾双方需求,选择截至这张牌的你,爱情的主动性是三颗星, 你认为经营关系,是双方的责任,双方做自己,能负担的付出,就足以让关系,稳定前进,就关系的未来发展,彼此保持沟通,临近需求,不逼迫对方做不喜欢做的事情,就能为吃好的关系品质了, 倘若目前还没有伴侣,你需要找到行动,跨出去的血迹,有时候考虑太多,反而会错过重要的机会,今年别再让自己错过,遇见了心仪对象,就好好把握吧,B,教皇,牌卡会致询音响, 选B的人对应牌卡,教皇爱情主动性,意味着传统,重许归调与归伴的教皇,在关系中倾向保守,使用就有的方式互动,选择教皇这张牌的你,爱情的主动性是两颗星,你重视心灵的沟通,经常使用就有的方式,来经营关系,有时候效果不错, 有时候却会让关系降到冰点,就关系的未来发展而言,灵性心灵的方式,仍需要透过沟通,你在主动前一先看见关系的需求,在具体行动,至于目前没有伴侣的人,你重视自己的价值与成就,即使身边有不少机会, 能须离经你期待的爱,是什么样子,祝福2018年幸福美满,C,太阳,牌卡会致许音响,选C的人对应牌卡,太阳爱情主动性,像指成功,光明与热情的太阳,代表关系的温暖,具有正向力量, 选择太阳这张牌的你,爱情的主动性是四颗星,你能自在的爱住对方,其实,你也分不清楚彼此谁叫主动, 你认为爱对方,就要致实的,做出爱的关怀与照顾,对你来说,既不会觉得有负担,又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好,就关系的未来发展来看,现在的互动方式是很好的, 要继续维持哦,倘若目前没有伴侣,你将乐于享受生活,充实自己,也期待住某天会出现的那个人,跟你一起享受人生,2018年是很有机会的, B,死神牌卡会致许音响,选B的人对应牌卡,死神爱情主动性,像指重生,即将结束的死神, 代表关系迎来突然的,变动或必要性的宣告,选择死神这张牌的你,爱情的主动性是一颗星,你善于安抚自己,看见自己的需要,在关系里属于叫,被动,慢慢排的一方, 你用你的速度与方式在经营关系,但有些时候另一半是相对辛苦的,就关系的未来发展来看, 你们的互动方式需要调整,不妨彼此交换角色,体验主动者与被动者的行动与感受, 倘若目前没有伴侣,你倾向顺应生活,不够积极的态度总,是让你的爱情溜走,2018年的你准备好了吗? B,力量牌卡会致许音响,选B的人对应牌卡,力量爱情主动性,代表温柔坚毅,能可负挑战的力量, 在关系中善于出击,观察关系的现况,选择力量这张牌的你,爱情的主动性是五颗心, 你善于让关系热络,你的真心与温柔总,是打动伴侣,你的付出不求回馈, 只要对方能被你照顾得好好的,你就心满意足了,就,关系的未来发展来看, 你的伴侣也需要看见,你所做的辅助与主动,并不定时给你回应, 让你感受到你的主动,能为关系带来美好,倘若目前没有伴侣, 你还是具有温暖与行动的力量,掌握这股特质,你的爱即将到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